周期雪上加霜 脚踝重伤又受重大噩耗 蓝蓝一哥这回麻烦大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蓝蓝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周期啊 那么最近受伤之后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蓝蓝已经是完成和日本的第一场的四季赛的比赛情况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么我们这边呢可以说是大胜对手 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确实啊尤其是郭艾伦和周期的表现确实是相当不错 而周期呢 那么在此前从澳洲的球队回来之后呢 他整体的一个体能呢 包括表现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他出场20分钟呢 足足拿下了全场最高的分数之一的24分 所以确实啊 周期在本场比赛的表现 确实是可圈可点 那么作为一个球迷呢 也值得给他点赞 而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那么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呢 周期在一次盖茂当中呢 遭遇了日本这边的球员 张本天杰的一个恶意犯规和伤害 这种也导致周期在倒地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这个崴脚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也导致他的脚踝受了重伤了 被迫停下来休息 而我们也看到目前的周期呢 还在进一步接受治疗当中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非常的不利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周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包括给我们整个中国男男 注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计 那么其实这样一来呢 现在他的一个伤病没有好呢 接下来如果说不能够去参加后续的比赛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 确实会打击非常大 而糟糕的是 那么目前呢 我们根据这个媒体的最新报道 可以看到呢 周期接下来在面对日本的第二场 四季赛比赛呢 将不会出席比赛 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周期 现在的一个脚伤情况呢 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而对于周期而言 简直也就是雪上加霜 本身他的脚踝啊 受到了一个一定的伤害 那么可能很多球迷已经担心 对于周期而言 也确实影响到 我们第一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的成绩 但现在呢 我们啊看到周期呢 也接下来还要确实下一场比赛 也就意味着 他的脚踝的一个情况 确实是不容乐观 虽然说在积极的接受治疗当中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官方进一步的消息确认说 周期这个脚踝的伤病 到底会有多严重 到底要休息多久 如果说接下来 不仅仅是不能够参加 我们中国男男的比赛 如果说还要缺席12月初啊 那么澳洲的一个节目战的话 那么对于周期而言呢 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噩耗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目前呢 他在澳洲这边的凤凰队的主帅 也提到了 周期已经是在此前确定 会参加球队在12月4号的节目战 到时候呢会再次遭遇这个新西兰的一个球队 那么对于周期而言呢 他自然也是非常想争取呢 能够在节目战当中担任首发 用好的一个表现 获得更多球员 包括整个教练组的一个信任 但是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脚伤的结果呢 那么确实也是非常悬的 如果说他的脚伤 可能在这几天 不能够恢复过来 不能够调整过来 那么可能在此之后呢 他就不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战 甚至影响到整个NBL球队的成绩 包括他们球队在后续常规赛 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这一次对于我们中国男的一个周期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现在的状态没有调整过来 伤病又影响到他的一个整体的体能情况 所以对于周期而言 那么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作为球迷呢 自然也都是非常的担心 那么最后还是希望周期啊 真的是不要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期待呢 他能够赶紧恢复过来 即便是这一次确实了中国男的比赛 但是还是希望呢 能够在12月初看到他出现在 NBL的一个赛场上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